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那光通讯这个产业 我等一下会讲到 它之前是怎么去 就是怎么没落 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很久 没有听到光通讯产业 就是有崛起的现象 那目前我们就重新来看一下 其实光通讯就是这个产业 正在做转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转型的经过 那我先稍微的一点点 介绍一下光通讯是什么 所谓的光通讯就是 我们之前的资料或是传输 都是用电去做传输 那我们因为资料比较大 或者是速度要比较快 所以大概在应该是七八年前 就转换成光线 就光线这个词才第一次出现 那光线这个意思就是 用光的资料去做传输 就是有那个光线的那条线 那就是把电转成光 所以它中间的会有光收发模组 或是像光通讯的封测 光通讯的晶片 就是会有个光的产业的概念股 在这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是这几家公司 光环就是所谓的有光经历 或是有一个或是可以看一下联雅 它是做上游的原料 就是光通讯的原料 然后的晶片 然后再看一下众达KY 这家公司我满喜欢的 众达KY是做什么 它是做光收发模组 就是它照那个电转光的设备 中间会有一条线的那个转接口 那个就是所谓的电转光的 一个光收发模组 所以这几家公司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那我现在来重新介绍一下就是 其实之前光线刚开始的时候 这几家公司 你可以把K线图拉回去看 它都是有一波 还不错的高点 那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抢进这个产业 那光通讯这个产业就是 发展很蓬勃 大家都拉光线的线 大家网络都要求很快 所以那时候 其实这几家公司 在中国那边的商机 就是什么光线到户 光线连线 其实这都非常的旺 然后还有3G转4G的过程 所以这几家公司 在过去都有一个高价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 现在就是大家都腰斩 腰斩在腰斩 为什么 因为光通讯这个产业 你也知道 就像之前卖蛋挞 买古早味蛋糕 都会有个情形就是 好做 我们大家都进去做 那它其实技术门槛 你说高其实也没有到 好像真的高到大家都过不去 所以中国那边的竞争对手 也崛起了 搞到这个产业已经烂掉了 大家都在做光通讯这个产业 所以它现在这么多年 起不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竞争者实在太多了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个需求 就是5G的部件 其实带动了下一个公司带的需求 那其实现在光通讯 好几家公司都在做转型 那我特别讲一下光环这间公司 它之前就是做那个 就是比较技术门槛比较低的 可是它为了之后的5G的发展 已经开始在布置它的新产品 开始在研发出它的新产品 那目前也好像新闻也开始证实 就是它已经切到一家叫ANS 一家光通讯就是大厂的订单 那后续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今年的毛利 它其实有切入东西叫做P-SENSOR 那P-SENSOR这种东西就是 你知道耳机会有距离感测器 就是你可能无线耳机你带过吗 就是你走了远一点之后 就断讯之类 这就是一个距离的感测器 它有切入到这个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财报 它第一季的毛利 其实就是成长得还不错 那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SENSOR 出货的量比较大 就是产品组合的改变 那下一季之后 虽然武汉疫情啊 听说公司就是有点 订单有点延后 所以Q2可能还好 但是Q3 Q4之后 这个SENSOR的订单会再继续起来 然后加上我们5G部件嘛 光的传输也会陆续的 就订单会陆续的出来 所以这家公司 我觉得可以好好注意 好 感谢John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及时的财经消息 也欢迎加入John的Line at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